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胡福吉胜 那因为现在是晚上已经十一点半了 就已经工作下来 眼睛的一个使用量是比较多 已经有点血丝啊 看上去有点恐怖啊 刚刚这自拍的时候自己都觉得有点吓人啊 所以就还是把墨镜带起来好了啊 那我在我的B站上面呢 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动态 我想给大家呢做一个我这半年多以来 就是做一些摄影方面的心得的一个分享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每个月呢会抽一集的时间来给大家做 那今天第一集的话呢 可能可能会出乎大家预料之外 会有一些人会预测说 我是不是要推荐买哪一台相机啊 或者是说在Google方面要注意到什么了 或者是说跟大家讲解所谓的ISO啊 这个光圈啊这些东西啊 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以后呢再聊就可以了啊 因为我觉得在那之前有件事情更重要 要先跟大家解释一个观点 就是说有没有必要呢 就是去买一台这个单影相机 或者是说呢你用一个手机呢 就可以完成这个拍照的梦想 其实呢如果你直接单纯的想要照相啊 就是能够把一个影像记录下来的话呢 其实手机的话呢是一个非常方便的东西 它的话呢就攜带很容易 那轻薄嘛 那轻薄的话就是就是可以就是拿高啊 拿低啊拿左边拿右边 甚至深进一些比较特殊地形里头啊 去达到一些拍摄的目的 它都非常的方便 加上呢现在的手机呢就是非常的 嗯嗯 手机的话呢有非常多的一些像美颜啦 或者是一些自动会帮我们做对 做对焦或调色这些工程都非常非常的强大了 那甚至有一些色调的话呢 我们用相机拍还调不出来 那手机现在聪明的程度呢 可以帮我们做到很多很多的事情 但是呢 呃你也可以在网络上呢看到很多 就是自拍达人或者是真正的摄影师 他们也会用手机示范怎么样把照片拍得很好看啊 比方说这个画面的比例啊 这个比方说这个拍妹子的时候呢 上面的三分之一要留空白啊 啊拍照的时候腿要往这个角落来伸啊 会有一个延伸的效果 这些东西的话呢 网络上你会看到非常的多 那甚至你也可以看到有人会经常讲一句话 啊说会照相的话 手机也可以拍得比相机好 这个话说的是没错啦 但实际上来讲的话 这个在我听起来 这个比喻就好像说啊 亚洲人如果认真的话 篮球也可以打赢黑人是一样的道理 没有错 会有极少数天赋异禀的亚洲人 篮球可以打的比黑人好 但实际上整体数字来说呢 黑人还是赢过亚洲人 我只打篮球这方面啊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不得不提到说 相机的功能性来讲 它肯定是比手机要来的强大 但是你有没有需要用到 这么好的功能 这么强大的功能 你是不是有需要用到啊 应该是说这两者 都是拍照的好工具 但你要用到的是哪一方面 那我今天要特别讲到 就是说 如果你没有打算呢 走到后置 就是后期照片后期处理 你只想要照片拍出来 做简单的 它自己自简单的美颜 或者是手机的一些APP 简单的修图的话呢 那手机真的是也就够了 最主要是 它也不会造成你太大的经济负担 因为你本来就需要一支手机嘛 那我今天要特别讲的是呢 相机的它的一个 呃 在手机没有办法比的一个地方 就是它的一个 相机它可以产生 照片的时候它可以产生一个 叫做 RAW RAW 那一般来讲的话呢 相机可以产生JPG檔跟RAW 手机只有JPG檔 JPG檔跟RAW的差别呢 我可以做个简单的比喻 RAW檔其实是底片檔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 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处理的一条鱼 然后呢 JPG檔是什么呢 JPG檔就是一个 已经简单的 先 比方说先 先抹过盐巴 或者是说 先去过鱼林 已经做过一个简单的处理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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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档案的 那JPG檔的容量呢 可能大概 五六Mbps 甚至十Mbps这样子 RAW檔的话呢 可能二十三十 甚至有八十 甚至到一百Mbps这么多 那你想想看 都是一个电子 电子档案 那容量差到五倍 六倍 甚至十倍以上的时候呢 那里面记载的量 讯息量 当然就会相差非常的多 如果说呢 有想要把它走到后置路线的话呢 我认为相机呢 还是一个 比较需要的东西 因为它产生了RAW檔呢 在做后期处理的时候呢 它的弹性空间呢 非常非常的大 而JPG檔呢 因为已经经过初步的处理 它RAW檔跟JPG檔 同时拿出来看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JPG檔比较好看 因为它已经被简单的处理过了 但是它能够在 在二次处理的空间呢 就变得比较小 所以说啦 如果你想要做一些 突破我们一般 眼界的尝试的这种画面呢 比方说啊 这种特别特别好看的一个肤色 或特别特别好看的一个色调 或者是啊 非常精益 非常非常惊艳的这种画面的对比度的话呢 可能还是需要用到后置 而后置的时候呢 这个RAW檔的话呢 就是一个比较需要的一个档案 这个呢 也是我会认为说呢 如果你是有打算 把这个画面的品质呢 提升到一个 突破一般人眼界的 尝试的这个阶段的话呢 你可能还是需要用到一台的这个相机 那相机不便宜啊 这是 这绝对是 另外要投入的一笔支出的费用 手机的话我提过了 它就是一个 你生活中的必需品 那它附带一个照相的功能 你可能 经济附带上是比较小一点的啊 那这个的话呢 就是给各位 你要先思考一下 你觉得 你有没有需要买到一台单眼相机呢 这可能是你就是在跟我分享 我跟你分享这些摄影的这些心得之前的话呢 我要先给你那个观点啊 因为我后来我还是选择我要买一台相机 当然 原因目的是非常非常的多了啊 这个以后的话 再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分享啊 那其中有一项呢 就是说呢 我有打算 我其实我也梦想过呢 可不可以就是 把这个拍照这个部分的弄成是一个 可以从我的兴趣里头去 赚到一点点这个 呃 这个所谓的一个 OK 就是一个 钱啊 对就像我做开箱影片做这么多年以来呢 我现在呢 在平台上面上传 在一个YouTube也好 优酷也好 比利币上面也好 我们的影片上传的时候呢 给厂商的安插广告呢 我们也是有广告分红可以拿的 那把兴趣呢 在兴趣里头呢 经营到变成说可以回收一点点的资金的话呢 我觉得这个兴趣呢 才能玩的比较久了啊 好吧 那今天的话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么多 那最后最后的话 才是今天的重点了啊 这个做这个前面这几分钟 这个分享什么摄影这些东西啊 全都是为了包装后面的这几分钟的自己给自己打的一个广告啊 我这个月的话呢 也会推出三本的电子写证 那目前的话第一本跟第二本呢 分别是这个Mika的这个鬼灭之刃的这个蝴蝶者 那第二本 第二本的话呢 是这个一位新的合作的妹子叫阿卡 阿卡的话它是 不是不是Cosplay 它就是一个 非常非常单纯的走性感大尺度的一个写证 那它之后还有一个第三本啊 那个部分的话就到时候 四月中的时候呢 会跟大家做一个公布 那这一次三个呢 都是不同的一个 都是不同的Cosplay 那也不同的妹子呢 跟大家来做 就是跟我来做一个配合啦 那三位的话都各有其特色啊 那么呢 这个过去的话呢 就是给大家做开箱影片以来的话 你一直是秉持一个比较 我不敢说我自己有多么样的一个伪 但是我还是比较 倾向说呢 在做开箱影片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还是比较做一个 比较不要去负荷厂商 我们是比较做一个比较良心的 就这部分的话就不赚钱 不拿赞助啊 甚至以后都没有赞助品都没有关系 反正我本来就不收钱嘛 那如果说赞助品拿了之后呢 其实我也是照 好就好不好就不好啊 就是他可能到最后 我把所有厂商都得罪光了 可能我一样赞助品我都拿不到啊 到时候我要花更多的钱 来去做这个开箱影片 这个都也无所谓啊 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这几年以来 生活重心就是跟大家做一个 比较比较发自于内心的一个喜好 喜欢好物的一个玩具的分享 那至于之后的话就是衍生出来这些副业啊 像是这个节目播放的这个广告分红啊 或者是我做网拍就得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收入啊 包括现在的这个电子这个这个写真集的这个收入的话呢 我认为就是这些我认为我那也是我应该要得到 就是主业这个部分呢要做做良心实验 但是在副业方面的话 我们可以在上面呢得到一些其他的一个盈利 因为毕竟呃电子写真啊 或者是说我做网拍有的没有东西 这个跟我做开箱影片呢 内容其实没有关系 玩具好就好不好就不好 你们要看的这个地方是让你们得到主要的一个 有用的一个情报资料在这里 那这边的话就是看你有没有要支持我这个继续做这一份 比较好比较良心的开箱 这是非常非常公平的一个道理啊 那也算是给大家就是 再再去多了解我其他一些兴趣方面的东西 那今天的话呢 就第一次跟大家聊这个关于摄影方面的心得 那之后的话会陆续跟大家讲啊 可能是如果你要走人像 如果你要走风景的话呢 可能哪些相机可能比较适合你 那在拍照的时候呢 除了构图之外 那光啊影啊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呢 我自己的话又怎么样摸索过来的啊 网络上你一定可以找到其他人的分享 但是呢如果你想看看我的一个走过来的一个路上是怎么样的话呢 就欢迎你就继续给我们收看这一系列的节目了 那今天就跟各位介绍到这边 非常谢谢各位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